哇 天氣太好了 開外掛 外掛 我就看你要帶我去哪裡吃 我第一個點就要帶你吃很厲害的 什麼厲害 這家號稱傳說中 它是基隆熱炒界的百科全書 百科全書 對 有超過100道的熱炒 真的假的 而且價格 誇張囉 價格超便宜 CP值超高 我多便宜 100到300可以吃到薄薄薄 這麼便宜 真的假的 真的 你看我們現在外面都是空桌 我們特別選中午來拍 因為到晚上的時候 八爆版 沒有味道 有八爆版 內行的中午來吃 晚上的時候真的超多的 已經來這海鮮餅了 歡迎來到海產店的百科全書 一般 你看 三點餡 都是八週子運來的新鮮的三點 好酷喔 那已經超新鮮的啊 這間位於東名路的熱炒 海鮮料理種類超多超豐富 點完餐之後 老闆直接從海鮮櫃現撈然後去料理 讓你不張荷包就能吃到熊切海鮮大餐 八小一姐不是說中午沒有人嗎 人這麼多我看再不吃 等一下就客滿了 我們趕快開動吧 我們先從他們鎮店之寶開始好了 哪一道 這個 就是這個 怎麼太多沒有默契 那就再一次 這個 OK 好 鎮店之寶 蟹黃豆腐寶 先給你看一下它的海鮮之多 有炸過的蛋豆腐 有魷魚 有蛤蜊 媽呀 這個豆腐寶 你要找豆腐還不容易耶 都是海鮮 都是海鮮喔 媽呀 還有蝦子啦 天啊 都超大塊的 170 而且它沒有勾很濃的芡 它沒有用勾芡去增加它的分量感 要吃豆腐嗎 我撈不到豆腐 因為都海鮮 它的豆腐很好吃耶 不好意思耶 豆腐的蛋香味超棒的 嫩度剛剛好 彈彈豆腐 斑斑豆腐 你可以吃得出來它的裡面 它本身就是用高湯的湯底下去 煨的 要好吃 它的豆腐喔 你看喔 它這豆腐煎得非常非常薄 然後裡面是雞蛋豆腐 牙具也是在裡面有蛋漿 它這個炸完之後 它的豆腐皮啊 它是有點像那個皺折的 它會吸取外面那個 鹹蛋黃的那個湯汁 還有蟹膏的那個湯汁在裡面 厲害 而且它170 好便宜喔 這CP值也太高了吧 好便宜喔 太誇張了啦 170放那麼多海鮮 老闆是不是手滑 海鮮料不小心掉下去喔 彥均哥 老闆是佛心 不是手滑 而且這鍋不只料多 湯頭也是很講究的 先用當季三點蟹蟹黃跟鹹蛋黃 打成特調蟹黃醬 煮起來才有這麼濃的香氣呢 講到佛喔 不是啦 講到老闆 老闆就來了 老闆… 來 這個是石頭蝦 石頭蝦 要看石頭蝦 這是莊藥用的 這是香酒嗎 對 清淵... 屁股 弄得跟祥屍獻銳一樣 這顏色超漂亮的 對 好像魔術師耶 男生要會撥蝦給女生吃 這樣的男人才值得嫁 對啊 我慢慢也這樣吃 那麻煩林大哥了 林大哥到底蝦子怎麼撥 才會好吃 我每次撥 先撥 我每次都撥看 你不美修喔 再高一點... 這蝦很像是開了美濟模式的那種 對 很漂亮喔 我也是好漂亮 那我媽媽說要餵女孩吃蝦子 對啊 她媽媽就是很會 她媽媽就很會叮嚀人家啦 對啦 我來啦... 有夠新鮮啦 那個蝦子裡面還有那個酒香 好棒喔 它那個酒香只是包覆在外面而已 而且現在餐桌這邊的氛圍很好 因為都是酒的味道 很香 它酒是剛剛瞬間倒下去 然後燜的 所以它的酒香沒有影響到蝦的鮮味 要不然像那種藥酒 很容易會蓋過蝦的味道 沒錯... 它沒有 它是提一點甜味出來 這道藥膳石頭蝦子假日限定 想吃的朋友愛注意喔 因為是用石頭跟高溫蒸氣 瞬間燜熟 所以比一般汆燙的蝦子 吃起來更鮮甜 不只甜 再加上藥材味超香的藥酒 不酒醉也會海鮮醉 跟我們一起吃啦 對 我們來吃螃蟹好不好 現在這是我們最初的 你看這支咖啡 好 來... 來啦 好 漂亮... 你看它那個還秀樣子 應該是不是沒去過酒店喔 上次去一家店喔 餵老闆吃什麼 老闆直接拿小費耶 好新鮮喔 你自己吃它那個肉質它還會脆耶 它脆脆的 又脆又甜 它甜度是有層次的耶 剛開始你喊進去的時候 它是有一點點海水 那種鹹味的感覺 對 一點點 一點點鹹味 然後還有一點點它那個 因為老闆是用蒜香去爆的 是蒜頭 直接清蒸了 對 有那個味道很香 然後你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肉質的味道 都來基隆樂當季的三點蟹 不吃怎麼行 而且新鮮的三點蟹蟹殼薄軟 清蒸完這個殼一剝就婚禮了 超適合我這種懶人的 蟹餃更誇張 可以直接把殼拉起來耶 超完整 超肥美的 一口咬下超療癒 不只有清蒸的喔 還可以做成三點蟹炒蛋 滑蛋 口感超嫩 搭配蟹肉的鮮甜 一樣好吃 下一道咧 這個是薑絲羞羞 薑絲羞羞 這麼粗啦 而且它的薑 它有老薑的香氣在裡面 它的醬汁只是巴附在 羞羞的外面而已 就跟剛剛那個蝦一樣 它完全沒有搶調食材本身的鮮味 反而去提出它的甜 它的味道完全沒有搶過 像巴鈺剛剛講的 它這個新鮮的味道 你咬下去就有點甜甜的 然後咬下去又脆脆的感覺 當你脆脆的感覺的時候 它那個皮膚裡面 它那個肉質裡面 又有彈出一些那種 鹹鹹的那種海水味道 而且它超薄口的 它每一塊都給你很大 所以你吃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整個口香裡面 充滿了大海的鮮甜 太厲害了 你們這邊講話可以很大聲嗎 可以耶 送啦 老闆 不好意思啦 我這個人比較真心情 吃到好吃的一定要大聲收啦 這道薑絲小卷炒得 有夠入味又嚇壞耶 真的有夠好吃的啦 吃飽來喝碗湯好了 說說你的辣椒雞湯啦 辣椒雞湯那個 本來在燈油是有 雄高湯 大骨粒的好吃 煮這個湯 不必換什麼調料味什麼 直接那個罐頭 那些的甜味 再直接煮下去 也是重本耶 好甜喔 你看看那湯頭好甜好香喔 剝皮辣椒吃進去要吃脆的 不會辣喔 因為它辣都烤出來了 對 野香都爽了 一點點辣 它還是爽脆的剝皮辣椒耶 對... 這很不容易 因為通常你流進去煮一煮 它味道煮去湯裡面 但是它的辣椒就爛掉了 對 那它喝下去了 它明明是鹹的 可是到最後它會回甘一股甜味出來 然後它的辣椒在裡面 綜合掉的那個辣 它很有辛辣的感覺 變為一種淡淡的刺辣香 我覺得它沒有辣 它全部都是鮮耶 它的油漂浮著烏米雞的雞油 跟豬大骨湯的豬骨香氣 對 兩個合起來 完全是和諧的鮮味 而且你這樣喝下去的時候 你整個會通體舒暢 通體溫潤 通體就要溫暖了起來 初秋為涼的日子 超適合點上一鍋剝皮辣椒雞湯 一口喝下去全身都暖起來啦 大小玉 我不只喝一口 這個湯好喝到我一碗接一碗 豬大骨熬得高湯了 又燉蛤蜊又燉雞啦 最後再加上薑片 喝起來清甜又濃味 這一頓真的是吃得超滿足 來去Check in 耶 各位可以在YouTube頻道看到我們 趕快去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的訂閱鍵給它按下去 你就可以對得起你的阿公阿嬤 還有你的老頂老腳了 沒錯 不只是這樣喔 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們Check in 好康大方送的最新消息 得到我們專屬的神秘小禮物的話 記得訂閱後面的鈴鐺 要給它按下去喔 來... 按下去... 按啦...